7月15日,刚刚发行了个人最新专辑的亚洲天王周杰伦 今天来到白金录音室,担任好友SHE的电台节目嘉宾 话说周董有意筹拍电影《不能说的秘密2》 还很磕头的说有机会的话很希望和SHE合作 结果这样的说法被一向直来直往的Selina吐槽说 他们只想听拍摄的具体日期,都在现场哈哈大笑 变成了 变成了,变成了 变成了,好,那你再吹一口气 变成了 在哪里买的? 卖刀吗?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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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如果真的可以的话就设计一个电影 只是说因为他们都一直很忙 你不要说官腔的话,我们只想知道确切日期,好不好 他们一直很忙,讲很久了 讲到拍MV,周董今天也顺道澄清了之前和Heavy的绯闻 周董表示Selina的形象是千金小姐,不太适合她 至于Ella则是比较男孩子气一点 所以最后Heavy才会缺评中线 所以最后Heavy才会缺评中线 所以她会缺评中线 每一天都会被她缺评中线